做完的话就一二三四 反正四个步骤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你可以 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写 你就可以先把注解先写上去 然后填空题一下 参考着写吧 所以这部分有四段 四个动作 做完之后的话当然 会有几个问题发生 分别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按部就班的 分别把其他的问题 如果也都解决的话 基本上这个程式就没什么太到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这个输入资料上面都是 跟上面的字型 还有对齐方式不一样 字大小不一样 所以怎么办呢 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你用程式来解决 要不另外的方法 你干脆怎么样 把它用成根底下 你就预先把格式先弄上去 不就好了 第一个有没有发现 它里面用什么 这个全选 全选之后 你干脆预设怎么样 干脆说全部十二号字吧 然后第二个的话全部都什么 微软正黑体算 第三个的话把它置中 因为它现在输入没有置中 全部把它改成置中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话 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第一位怎么做比较简单 你可以想 预先在这一栏 把它全选一下 然后把它的格式怎么样 先把它改成 比如说减少小数点 第一位这样就OK了 那这个是预先做的 那你想想 老师那可不可以 我程式写在里面 可以啊 怎么写 其实你可以写 我这边云端上有放 其实就是写什么 如果微软正黑体的话 你写这样子 水平至终就写这样子 有没有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跟各位讲 我的习惯是这样 如果可以设定 你就设定 你没事干嘛写那么多程式 至少麻烦而已吧 对不对 我的选择是这样 因为 如果你可以 不发生错误的方式 你就用那个方式 一定是最稳当的 OK 除非非必要 你再去写一堆程式 不然的话写程式上去的话 反而更容易出现问题 这是我的想法 至于要怎么做 这边你可以选择 如果你不想用刚刚的方法 你可以把层次写上去 一定也OK 没有问题 最后的话还有个动作 就是说 画框线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他跑到这边 自动把框线再画一次的话 该怎么做 其实我们之前画框线是这个 其实我们就拿 上个礼拜讲的 就一行层次 我们先不要画这两个 什么什么Double X的Double 我们先画这个 那你会发现 现在画的话 他只有画到7 那如果说下一次的话 就变成8 对不对 然后执行他 他画到8 可是在下一个 变成这边要改什么 改9 永远改不完 对 所以怎么办呢 非常简单 就是这一行就对了 那只要改什么 把这个8的位置 改成什么 改成R就好了 对 所以以后很多地方 其实都类似 怎么放 有没有 就那个口诀 所以说两个 and 两个 加一个R就好了 OK 这个 绘制框线 把这个 我把它复制好了 OK 然后写到哪里 写到这边的最后一行 比如H第5 第5这边的话 那我就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5 比如说这个有个功能 单以后开头 这个加一个框线 那后面 现在可以加5 5加个框线 就是一个红线 的框线 那做法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改成什么 R 算号两个移到中间 and 两个 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R就可以了 可以 这样子完成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你会发现 这后面有没有 多一个什么 and 没有东西 所以其实 以后 and 没有东西 这个可以删 这个可以删掉的 写这样就好了 所以 但是我之前有直接改 不用刚刚的这种方式改的话 有些同学会没办法接受 其实你可以这样 因为 所以 我们这个字串 这个文字 8 刚好在 这个文字的最右边 它的右边没有东西了 没有东西的话 就不用再串了 只要串 左边 不用串 右边 那之前我们的i 是在中间 所以要两个and ok 所以 如果你 假设你刚好那个字 是最右边的话 你只要把它删除掉 然后移到这边 空格and 空格r就可以了 这个叫串单边 没有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如果我发现 这个也是同学最大的上 我每次讲 我自己是觉得很easy 但是同学 就完全没办法理解 ok 如果你这个可以理解的话 以后就蛮简单的 因为它主要是什么 把变数 再跟前面的字 串在一起的过程 ok 大概是这样 它的过程是这样的 其实我在细节讲一下 这个r是多少 r是向下中8加1变9 对不对 那9会是个数字 对不对 那如果说呢 你假如遇到and符号的话 他看到and 他就自动把9变成这样子 就变成文字了 and 你是and 然后自动就变成文字了 然后再跟前面的a1帽号h有没有 再加在一起 所以它混在一起就变h9了 ok 应该知道这个过程吧 其实说真的 一般书也不会特别讲这个 因为我是因为同学一直问 这个问题 我本来觉得这不是应该是 本来就理所当然了 所以因为我同学一直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把它讲得更细一点 你就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那我同学说 为什么 为什么 一直会觉得为什么 其实没有 就是这样而已 ok 那我们完成之后的话 再来试一下 所以输入完毕了 就加框线 多一个这一行而已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执行一下 看看好不好 OK 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bbb b 然后enter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就输入 随便输入几个资料 Enter 这好像不完美 按Enter 它跳到这边 还多一个Enter Enter两下再ok 有啦 有没有 框线又帮我绘制成功了 我感觉越来越有那个感觉 但是 会有几个问题发生 什么问题呢 如果你现在完全没输入资料的话 他假如说给你按个新增 你没有房呆 他一定坏掉 为什么 新增 有没有 可以新增 可以新增 但是给你丢一些东西 或者是说呢 他输入资料的话呢 他给你输入这个什么 A A 这样 就是应该是数字 他给你输入什么呢 输入非数字 那怎么办 新增 就变成这样 挂掉了 后面就变成这样 错误了 有没有 然后还有什么 成绩可能大于100分 或者小于0分 那也不对啊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如果要把这些问题先抓出来 所以我刚刚已经想到 至少会有三种可能发生的错误 哪三种呢 第一个 没有输入资料 未输入资料怎么办 你要防呆 挡下来 不行 所以要怎么挡 就是用逻辑判断 所以逻辑判断有点像闸门 挡下来 不能过 有没有 所以逻辑 判断你里面是不是没有出入 是 不准过 不是 可以过 有没有 所以其实逻辑判断 就像那个闸门 可以 要不要让你通过 然后呢 第二到是的文字方块 输入 非数字资料 第三个防呆之后 小于零 或大于一百 那我怎么防呆 其实防呆 写蛮多东西的 一串 怎么防呆底下 其实我都已经 一在这里 二在这里 三在这里 还有四 可是四你自己再去想 反正这三个大概就够了 当然以后如果你想得越完善 那你这个系统越可靠 有没有 所以为什么那个系统 真的刚开始要测试 为什么 因为你不测试的话 你怎么知道有没有什么漏洞 有没有什么bug 有没有什么没想到的 那可能就是会有人去 try try 漏洞 所以其实聪明的人 就会想说到底 比如政府这一次弄的这东西 有没有什么漏洞可以钻 对不对 就有人会想要钻漏 然后你如果政府没有那么聪明 那可能他就会得利了 就有些人会这样子 那所以你要怎么样可以 让各种漏洞都不要发生 那我目前想到只有三种 可是要如何把这三个漏洞 把它防止起来 这个地方我待会讲 最后的话还有 如何最后那个地方按Enter 有没有 刚刚要按两个Enter 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只按一个Enter就好 一个Enter就自动输入 可以 怎么做 在下面 待会再讲 来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刚刚的部分的话 我是像那个什么 微软正黑体 还有那个什么 水瓶至中 那部分我是用手动的方式 程式也有在云端上 如果你要参考的话可以试试看 那还有就是框线自动把它堵上去 所以每一次就让它重新再画一个框线 那你会发现每一次做起来 感觉就越犹怅 这个做出来效果就真的 也不会输给外面工程师帮你做的事情 其实大致上就是做这些事情 那如果你也可以自己来把它完成的话 那你真的以后可以建立很多的系统 那这个系统建制起来之后 以后就轻松了 反正你就照这个就好了 OK 所以很多时候当然 很多工作是真的需要有人去把一个系统给建制起来 这个系统建制起来 对公司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以后的话就按照这种方向来往 那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有人一直在那边stand by 所以其实甚至系统建制之后的话 很多人力是可以不需要的 而且假如说这个系统随时在那边stand by 然后呢反正你就输入嘛 我不用说特别经过我 一个人在那边不用嘛 你就自己输入 之后的话甚至自动可以 跟只要主机有没有 server在24小的stand by 自动就可以把这个资料也许 都放在资料库上面 甚至手机上也可以串列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 其实会减少很多的人力跟物力的需求 好 请各位试试看